看见没有 就是那个女人 看不出来啊 柔弱弱弱的 哪像背负偷汉 杀着不眨眼的女魔头啊 这镇上啊都传遍了 你还不信啊 瞧我这眼神 居然没有看见有人过来 抱歉啊 你们几个 在干什么呢 把地弄得这么湿 万一乡客们过来 滑倒了怎么办 师太 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跟两位师姐没关系 你不要怪他们 她今天晚上 肯定没有好觉睡了 快 来 来了 快点 好 快点 上车 是 心愧 让 难道屋顶漏水了 蘭嫣 深更半夜你去干嘛 嘘 我的床湿了 可能是上面漏水了 我上去补补 你们累了一天了 别管我 先睡吧 这怎么办啊 怎么办呢 是啊 这怎么办啊 这可怎么办啊 你弄那边啦 我送你去看大夫好不好 不要动他 这是七步倒 很毒的 一动就没救了 那怎么办啊 除非 有人帮他把毒吸出来 真有事 真是 你怎么吸 怎么办啊 应该没事了 毒都吸出来了 谢谢你 蓝嫣 之前 我那么说你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蓝嫣 没关系的 我们相处时间这么短 有误会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你现在应该走不了了 我们帮你吧 姐妹们 一起把他扶回去吧 好 来 走 来 师傅 蓝嫣太好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抓通他了 是啊 我们出家人 慈悲为怀 怎么能这么对他呢 师傅 蓝嫣太可怜了 师太 大家都在啊 师太 我把大殿打扫完了 你们都出去 我要跟蓝嫣单独聊聊 是 蓝嫣 你过来 嗯 蓝嫣 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这些日子 实在太委屈你了 哦 师太 你别这么说 在这里 大家对我都很好的 哎 你这句很好 说得我真是惭愧极了 老实跟你说吧 我们这间安堂多年来都受沈家的香火 这次沈老太太要我们赶你走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离开这里 未必是件坏事 懒言你听我劝 你走吧 离开这个地方 你会幸福的 师太 你不要赶我走 朝宗答应过要来接我 我一走 他一定找不到我的 傻孩子 这种高门大户 咱们是攀不起的 你要是等的话 恐怕一辈子都 朝宗不会骗我 只要你不赶我走 我不怕苦不怕累 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师太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求求你了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好的好的 没问题 这边请 不送了 谢谢大奶奶 江大奶奶 你不是已经去了山西分浩 怎么还在这里 本来小的已经打点好行李 准备上任 可在途中却听说苏星海杀人的命啊 小的想了想 其实这个生意 做得也太亏了吧 特意想跟江大奶奶 您商量一下 你要多少 三千个大雅 可以 明天去钱庄去吧 不过以后不许出现了 三千个大雅可买不了命啊 我说的是三十万个大雅 你 江大奶奶 你不给没关系 我可认识去大祠堂的路 等一下 这么多钱 你要我的命啊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给你 这样吧 十天 十天之内我一定给你 既然江大奶奶都开口了 十天就十天 江大奶奶 告辞 大奶奶好 你一定是有了万全的准备 才敢威胁我 可是三十万大雅 我到哪里去筹 就算筹到 大兴钱庄也完了 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哪怕是死 我也不会让他得逞的 我死不了解 这么大的家里 少龙一个人怎么行呢 得给他找一个精明的媳妇 大女人 今天的账 盘点好了 一会儿您过过梦 好吧 一会儿再看 哦 星河呢 好像跟二少爷一块出去了吧 他们两个最近走得很近嘛 看来二少爷挺喜欢苏姑娘的 好 这下好了 顾嫂 每次来都看你做针线活 是不是衣服不够用啊 这些孩子长得挺快的 两三年一个样 衣服多背点总是没错的 苏姑娘 我想和你商量个事 您说 现在江少爷出钱我出力 一时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 他们需要家庭生活 这是我们不能给他们的 我想找几对没有孩子的夫妇 把他们带回去 你觉得呢 这是好事啊 你也觉得好啊 待会儿我约了几对夫妇来看孩子 真的 太好了 姑嫂 我们来看一下孩子 渴了就喝点水 我们来看孩子的 欢迎欢迎 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好 介绍介绍 姑嫂 她们是干嘛的 她们是领养孩子的 是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找人领养孩子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江少爷 走走走 跟我走 我少爷 走啊 干什么啊 什么都别说了 我也是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养 不需要你们操心 我去看一下 二少爷 二少爷 别再说了 我不会把孩子送走的 为什么呀 我喜欢他们 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很自私 孩子们是人不是玩物 你这样把他们留在身边 又不能一直照顾他们 真如不能一直照顾他们 你能带他们回大型钱庄吗 你能天天围着他们转 以他们为中心吗 就算能 那么多的孩子 你的爱够分吗 相信我 把他们送出去 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将来有了爹 有了娘 日子会变得很快活 如果哪一天你想他们了 就去看他们 我保证 对你 对他们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可这样一来 我又成一个人了 怎么会呢 你还有我们呀 我不要你们 我只要你行吗 二少爷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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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 对吧 嗯 嗯 星河 星河 大奶奶 您找我有事吗 没事 想找你聊聊天 那 那您坐吧 嗯 您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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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奶奶喝茶 你也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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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游最近有没有淘气 没有了 二少爷最近挺好的 每天都陪着那些孩子们 嗯 嗯 少游真是一个命苦的人 嗯 出生没有多久 父母就死了 我和他哥 每天都要做生意 没有时间去照顾他 他哥临死之前还说 他一生对得住天地良心 唯一内疚的 就是没能照顾好他弟弟 我作为他的妻子 也帮不了他完成这个心愿 大奶奶 您别难过 二少爷最近已经很久没去赌场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 星河 你能不能继续帮我 大奶奶 姑娘长大了 总是要嫁人的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让你嫁出去 我还真的舍不得 所以我想了好久 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让你嫁入我们江家 一来可以管束少爷 二来 也可以帮我分担一些 大奶奶 奴婢出身卑微 这恐怕 我们江家讲究的是 娶一个嫌弃 其他的都不讲究 那好吧 大奶奶不是逼你 只是让你想一想 女人呢 什么爱什么情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爱你的人 好好想想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不然我就杀了你 帮我们走 想走 就必须得听我的 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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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冷云 我们成功了 我叫冷云 我将写过 我成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少爷 回来了 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你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知道一个女孩子 这么晚在外面 有多危险吗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熙和 以后你要出去的话 你告诉我 有我陪着你 我跟你一起去会好一些 你 你别哭啊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对不起 你 你一哭我心就乱了我 如果是大嫂的话让你为难 你不用管她 真的 对不起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为难了 我可从来没说过 也是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这个你戴上一定很漂亮 全凭大奶奶做主 还叫我大奶奶 大嫂 这就对了 老板 有没有再特别一点的 有 这里还有很多的款式 这个不是什么上好的东西 都是平时随便戴的 等我叫人到京城的时候 再给你买点好的 太太可真是实惠啊 这东西确实好 好了老板 帮我把这件收起来 好的 好的 我会帮你收拾好的 太太慢走啊 这么巧啊 对了 你们两个聊会儿吧 我还有东西要买 你们两个跟我走 是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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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我家人 你不为我高兴吗 好 高兴 当然高兴 江二少爷 虽然没有万福莫迪的本事 但是他喜欢我 对我好 我一定会幸福的 你幸福就好 好久不见 我还有筹备婚礼的事 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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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